我希望我的闺蜜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希望我希望她不要再抢我的男朋友 抢你的男朋友 然后我要向我的男朋友告白 还要向你的男朋友告白 我很想知道她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 会不会为我来到现场 这是怎么一件事 把来龙去迈跟我们说一下 我和我闺蜜 一年多前来到北京 因为我们俩住在一起 我男朋友是我同事 半年前我们在一起了 但是有一天 我男朋友去洗澡了 她刚进去 把她手机响了 我就下意识地把她手机拿起来想递给她 然后我看到是嘉怡发的短信 说的是爱你 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又想是不是我想多了呢 也许他们只是开玩笑呢 然后我想也许我先不说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我就把手机又放了回去 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也没有告诉我男朋友 可是后来 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发生了一件事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来这儿的原因 那天晚上嘉怡 她和她的合伙人去吃饭 晚上十一点多了 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喝醉了 让我去接她 然后我赶到酒店 我赶到酒店 发现她和我男朋友抱在一起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那么吸人的 我不知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还是怎么样 那你看见了之后 你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 我短信就走了 后来嘉怡 她就搬了出去 然后不管我给她打电话 发表信 她都不理我 我这么听你的 这个所谓的闺蜜 她跟一般的 抢别人男朋友的 闺蜜 还不一样 她是有组织 有欲 她故意打电话 让你去酒店 然后跟你男朋友抱在一起 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她也一直帮着我 所以我真的 就不愿意 你恨你的闺蜜吗 也有恨吧 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不想失去她 这个所谓的闺蜜 太没有原则了 那如果你有这样一个闺蜜 你怎么办 我很坚定的说 我不会拿这样的人 当闺蜜的 你不觉得正是老天 给你的一个机会 让你认清楚 你身边是什么人吗 对不对 你正好能认清楚 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托付 你能认清楚 这个闺蜜值不值得你 你交往 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别哭了 我看你哭 我都会有点心疼了 有福 她是什么态度 她说是嘉宜喝醉了 然后靠在她身上 可是我 我确实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 如果我是你男友的话 像你这种委员诺诺的话 很有可能我就脚踏两条船了 你知道吗 你应该更强势一点 你应该拿出你自己的态度 并且让你的男朋友 在此时此刻 站在你这边 积极地支持你 我有一个观点 你来到这个节目 首先你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化以后 那么大家都会去同情你 都会觉得他们俩做得不对 然后我觉得 你是不是因为想把这件事情 在自己不受任何伤害 又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 给解决掉 首先争取舆论同情 对不对 然后再用舆论的同情 来扼杀她那个闺蜜 最后逼自己的男朋友还潮 是这意思吗 这是你色话好的吗 你看你一说人家就哭了 首先肯定一点 她的爱情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否则你那个闺蜜是插不进来 待会出来的那个人 如果她出来 她会告诉你 你们的爱情出了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开启告白之门 看看她的闺蜜会不会来到现场 这个告白很有意思 好吗 好来请站到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嘉宜今天若是不来 接下来的爱情之路怎么走 如果她不来的话 我希望她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如果嘉宜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一直还在里边搅和 怎么办 我就希望今天以后 她能够死心 她如果就是要搅和呢 你会放弃吗 不会 好 第三 嘉宜是真的爱你的男朋友 你意想不到的爱 比你更爱你男朋友 你作为一个闺蜜 你会退出而支持她吗 这当然是最博大的友谊 你能做到吗 我觉得这要看我男朋友怎么选吧 如果今天是一个让你万分悲伤的局局 他们两人就要在一起 请问 你怎么办 那我会退出 你会退出 但是 希望他们俩好自为之 什么叫好自为之 他们是怎样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起来倒数我们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都请站到这边来 两位女生完全不同的风格 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嘉宜 来自四川 今年24岁 你知道你今天站上这个舞台面对镜头 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知道 面对的将是我要大声说出我心中的爱 还有就是 我能够明白今天子彤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然后逼我来这个舞台 其实他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把我架到火上烤 但是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心中有爱 我想通过这个舞台 告诉有国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他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 因为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社会的公序良俗 虽然我们坚称没有结婚之前 大家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是毕竟有一个先来后到 和明暗之分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是谁先谁后的道理 在我的概念当中 爱情人生平等 只要他们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有国的 从他们俩经常带我一块吃饭的时候 虽然子彤说我怕你孤单 我带你去跟我们一块吃饭 但是实际上为了什么 他自己心里特别清楚 我为了什么 你为了让我看你们秀恩爱 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说呀 你可以不跟我们在一块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 你没有必要说出来 然后你就够在我难破 你觉得你很有道理是吗 我觉得我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认为子彤是在跟你秀恩爱 你为什么要去呢 你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因为看到了友博的温柔体贴 而且在这期间我经常给他发微信 发短信 然后他也会主动的给我回复 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对但是我每次约他出来单独见面的时候 他每次都会如约而至 你约他出来单独见面 是说你们已经正式开始约会了吗 是的 也就是说你已经正式跟友博在一起 以恋人的身份往来 可以这么说吧 友博承认吗 我不管他承不承认 反正这就是恋人应该做的事情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闺蜜 在你面前秀恩爱之后 你产生了竞争的意识 我是出于真心的去爱这个人 所以可能之前会有一些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比子彤差 你是长得比他漂亮还是身材比他好 我觉得大家都能看见吧 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比他差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公平的竞争 你们是彼此互相竞争吗 我本来就和友博在一起 那你在他面前秀恩爱干嘛 去刺激你的闺蜜干嘛 你知道他现在没有幸福没有爱 我就怕他一个人孤单 因为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要有了男朋友 就不要我了之类这样的话 首先你维护自己的爱情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首先就是把他们俩 推在了风口浪尖上 让他们俩就是背上了一个罪名一样的 要来到这个节目 这不是什么罪名的问题啊 这明明就是抢人家的男朋友的问题啊 这就是第三者的问题啊 你和你的老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吗 不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嘉宇应该是占上风的 那我在那我 无论从身杂还是外貌来说 嘉宇应该是占上风的 那是男人的想法 女人的想法是觉得真善美才是美 懂吗 而且我觉得假如嘉宜 某有一天你有了男朋友 你有了老公 而你的老公被你的闺蜜 另外一个闺蜜抢走的时候 你当时的想法就是中间子彤的想法 我告诉你 如果子彤今天没有来到这个舞台 那她在底下肯定会输给嘉宜 这个毋庸置疑 为什么她会输给嘉宜 那她哪儿差了 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她可怜的时候 应该想一下 是不是她以前的一些做法 触及到了她闺蜜的心理这个伤心的东西 所以才会发生今天这一幕 第三者永远是第三者 我告诉你女人永远恨的都是第三者 女人总是用道德来判断问题 男人总是用视觉来判断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女性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同意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子彤你同意吗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明暗之分 即便你喜欢有博 为什么不公平公开的竞争 对 我公平公正的去竞争 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 我只是在追寻我所想要的爱情 我们支持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不要轻易的以爱之名 你有没有对子彤用一些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没有 平平行说 没有 好 绝对没有 你打电话给子彤 让他到酒店找你 当时你和有博在一起 有亲密的行为 这是怎么回事 跟我们讲一下 那天是因为我喝多了 有时候呢 子彤会很忙 不会接我电话 所以我会打给有博 让有博再拿给子彤 但是那天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没在一起 所以我先打给了有博 然后让有博过来 有博说我没有跟子彤在一起 然后再打了子彤的电话 然后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喝多了 喝得不省人事 我不小心 就是当一个人喝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意识的 请注意 你为什么要确保他们俩真的在一块 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一起来接我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他的这样的解释 你能够理解吗 你们俩最开始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 能穿一条裤子算吗 他能让我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不像曾经那么单纯 你认为他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用大众的力量去舆论我 如果今天没有站上这个舞台 在世纪的生活当中你和有博在一起了 你对子彤会有愧疚吗 愧疚说不上 如果非得说一抱歉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跟他爱上同一个人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如果他一开始觉得他对有博有好感 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控制自己 有博有没有亲口说我喜欢你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他也会主动跟我互动啊聊天啊 大家很开心 如果要那个有博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 这个说实话我心里不太知道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会比较尴尬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选择 但是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但是刚才子彤说 他来之前有博告诉他 有博爱的是他跟你可能就是个误会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 在子彤看来是自己欲人不输 引狼入室 男友友博是被自己的好闺蜜 嘉怡密谋抢走的 但是嘉怡却认为 子彤之所以常叫他一起出去吃饭玩耍 是为了在他面前秀恩爱 而他和友博是真心相爱的 曾经情同姐妹的好闺蜜 如今为了一个男人反目 那么他们口中的友博今天会有勇气来到现场 面对和解决三个人之间的问题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见友博了 我们有请子彤再一次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子彤 我相信嘉怡上来了之后 你的心情更坏了 嘉怡所说 友博也同样喜欢他 那么接下来我问你 如果友博今天不敢来怎么办 如果友博今天不敢来 那也许他们真的有什么办法 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退出呗 你就退出 如果友博来了 坚持说我只爱你 就像你所说的 因为嘉怡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才会跟他有那么多的互动 你会相信吗 会 那么如果友博来了 真真的跟嘉怡在一起 就在你面前 真真实实的发生了 你会祝福他们还是断然离开 又或者是采取用嘉怡一样的方式 我还要把他抢回来 不会这样 你的回答让我还是挺放心的 来 我们一起倒数五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兹敏兵 兹敏兵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徐佑伯 今年25岁 我是子彤的男朋友 你是谁的男朋友 子彤 梅晶晶 子彤 你跟嘉怡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什么朋友 是普通的朋友 普通的男女朋友 为什么那天他会倒在你的身上 是因为那天他喝多了 不经意之间把手搭到我肩上 其实当时我感觉挺尴尬的 但是我又反而想 子彤是嘉怡的好朋友 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 因为在子彤最亏难的时候 都是嘉怡陪他一起度过的 所以我抱着一份感激之情 对他算是照顾一种兄妹之情 除了子彤之外 你经常单独跟嘉怡在一起吗 不是 偶尔就是他发展性 让我吃个饭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嘉怡对你是有爱慕之心的 两个月之前吧 如果没有子彤的存在 你会选择嘉怡吗 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 一个巴掌拍不起啊 苍蝇不顶无缝了 但懂吗 你要是真的自己保持 你的刚才所说的原则 那么我相信这位女孩 也就是嘉怡 不可能主动去跟你怎么样 也不可能你们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就因为你对她的暧昧 无理两可的感觉 造成她现在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的不诚实 敢做敢当 身为一个男子汉 我其实挺能够理解的 因为毕竟在一个公众的舞台 她可能有她的苦衷吧 你认为她有苦难言 她说出的不是内心的直白 应该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 交给他们三位 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是子彤的告白时间 你的告白对象 有你的前男友 也有可能的前闺蜜 好吗 接下来是子彤的告白时间 优伯 对不起 很抱歉 今天要以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可能让你很不能理解 让你有些尴尬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会有一个人跟我来争夺你 那个人居然是我 自己为最好的朋友 我认为这辈子最好的闺蜜 请你问一问你自己的心 到底想选谁 今天我们都在这 如果你选我的话 我希望 以后不要再和她有任何的联系 我也希望你的善良和热情 更多地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虽然这样可能有点自私 但是爱情都是自私的 如果你选我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做到 如果你选她的话 你会选她吗 自动 其实这些天我想的特别多 我不能没有你 自动 我爱你 我真的不能失心你 自动 所以要离开我 我一直会在你身边 永远地爱你 永远地爱你 每个人才懂 留下一个 你放开手的理由 在那个人的措声中 我躲着手下落 不忘忽让我变得很迷惑 什么都就这样放手 我们很喜欢的后 爱给你爱多爱就像什么 但是我心里只有她 对不起 即使七个温柔变成伤口 她真的给你承诺 我没有说 不懂你在身边就足够 不忘记着我 你和水眼眸 三个人的错识中 一切不属于我 哪怕只听你说一句爱我 每一次离开的时候 有一个人还懂 给我一个 我放开上的理由 佳怡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我能理解她今天的选择 因为毕竟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可能这样的结局 面对这样的舞台 可能会好一些吧 你还在认为因为舞台的方式 迫使有博做出了 我们内心想要的的道德选择 也许吧 好 我就即使认为这是真的 有博士被逼的 那么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爱 他如果为了大家的眼光 而让你一个人受委屈 让自己真爱的人受委屈 这种爷们也不应该值得你去爱 你认为呢 也许吧 紫童走得好绝绝 带着他的幸福走 你可能又会以为 他是在这里秀了一丝恋爱 可是你的爱情在哪里呢 前后判若两人呢 大家眼睛不是看着的吗 谁更优秀你看不出来吗 有的时候爱情还真就不讲 谁优秀不优秀 就看我到底喜欢谁 你要庆幸 因为日后呢 有博他照不住你的 你一定会找一个 比他更优秀的人 好吗 嗯 加油啊 谢谢 肖肖告诉你一句话 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的 外表和妖娆的身材 跟他在一起恋爱 但却会因为一个女人的善良 跟他厮守终生 这是男人永远逃不开的 祝你幸福 是女人和女人之间 互相信任 互相依赖 无论境遇相差多元 都能真心祝福的宝贵友谊 尽管嘉怡和子彤 因为有博的出现 两人之间的闺蜜情意 不